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要说鱼龙混杂的地方 娱乐圈首当其中 有私逼打架的 也有感情好的 虽然说大家都说戏子无情 但在娱乐圈呢 还是有很多夫妻感情非常好的 9月12日演员王雷 在这个微博上呢 晒出和妻子从2006年呢 相识到今天的点点滴滴 相识11年结婚4年 感情呢那么好啊 真让人羡慕 王雷和妻子呢 李小萌合影啊 每年呢有一张合影 能够将每年的合影呢 都保存那么完好 可以看出王雷呢 是一个细心的人 现在两人呢 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一家三口呢 满满都是幸福的味道 结婚11年感情还能这么好 在娱乐圈呢确实不多见 不过能和他们媲美的啊 也有几对哦 说起感情好呢 脑海中第一个不出来的 就是蔡少芬和张静 想当年皇后娘娘 蔡少芬呢 在GVB是非常的火的啊 但是呢 张静从不用靠关系 走后门呢 去让自己拍更多的戏 他从来呢 都是靠真本事啊 作为武打小哥呢 可是非常厉害 难怪能让蔡少芬一见信心了 陈小春和应彩儿呢 也是特别有爱的一对 他们的婚纱照呢 特别有意思 作为一对明星呢 陈小春的伴郎团全都是西装短裤 足球袜 还有穿着军装的 简直就是cosplay的代表啊 虽然呢 大家都说陈小春长得一般 不过他的情歌呢 唱的是一级棒 所以男人唱歌好啊 也是一大魅力啊 还有最近呢 热播剧打火的孙力 他和邓超的爱情呢 也是让人津津乐道 在和孙力谈恋爱 结婚之后 虽然邓超呢 已经在谐心的方向 一去不复返了 但从综艺上来看呢 就是他和别的女生呢 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多半呢 还是以大哥的形象 不会有任何的越轨行为 而且两个人呢 还常常在微博秀恩爱 可见感情非常好了 从他们身上呢 我们似乎能看到一点 就是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只要你愿意 一样可以获得真爱 不要被环境影响了感情 毕竟呢 生活还是自己的 未来的日子 还是要两个人一同携手走下去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